那个穿围裙的就是我女朋友 你过来找你女朋友 她不知道吗 她不知道 她骗我说 她和她闺蜜出去逛街去了 姐楚婷已经在这干了一月晚班了 这样连头转 她一个女孩的身体真的吃不消 那这样好了 我们先去看一下 在这里等我一下 你好 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叫楚婷 对啊 就是你男朋友张伟来找你了 她怎么知道我在这 应该是女朋友和她说了吧 那你看要不方便的话 给我们出去找她 老板我今天晚上想请一下 蓝森感觉你很不开心 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她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打工 而且她没钱她也不跟我讲 你觉得她是不是瞧不起我 你为什么要瞒着男朋友兼职啊 就是想多赚点钱嘛 哎呀别生气了 主持人已经大家怪了 行那我调整一下情绪 但我觉得以你的条件 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吧 行 我家就住在旁边 白天下了班可以直接过来 就很方便 调整什么情绪啊 就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这样 就开心一点吧 那你每天这样能睡几个小时啊 差不多五六个小时吧 没事我都习惯了 怎么过来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那你都看到了 为啥不进店里找我呀 我看你们店里人多 怕我进去 你看到我会尴尬 是不是我瞒着你在外面打工 你知道了生气啊 没有不生气 我就是心疼你 真的啊 你说呢 那你没生气的话 亲我一下 是这么多人啊 那你就是还在生我气 我没生气 哎女生 兼职这件事 你要不要跟她解释一下呀 你家里是出什么事了吗 哎呀不是啊 就是我家里人说了 娶我的话财力得花二十八万 少一分都不行 我就是不想看你压力这么大 所以才想着兼职替你分担一下 你是不是傻呀 我既然想娶你这些东西 肯定是我要付出的呀 可是二十八万真的很多呀 你也加多少班才能挣回来呀 我不想让你这么累 没事 我也偷偷攒了不少钱了 你相信我好吗 以后不要再去做这种兼职了 我怕你吃不消 好 那这样好不好 你们想不想玩一个游戏啊 什么游戏啊 如果完成的话呢 我就给你们一人一千块的大红包啊 游戏就是男生公主抱女生 对视十秒钟 它能行吗 可以吗能行吗 可以啊一千块是真给吗 必须真给啊 ok ok 你帮我拿一下 好这份好可以开始了 真的吗 我试一下 难道你是不是抱不动了 还ok吗 他带我去哪儿啊 我试一下 啊 啊 男人是不是抱不动了 ok吗 啊干嘛 那带我去哪儿啊 我可以亲你吗 啊 我试试诚歌 你怎么脸还这么红啊 因为她害羞了 第一次当了这么多人的面亲亲 就是刚刚气氛到那了 情不自已了 我感觉你超级喜欢她啊 因为她是我谈的第一个男朋友 那她知道吗 她还不知道 那你对他们家这个28万彩利 有什么想法 说实话压力挺大的 你们那就是彩利普遍 都是这么高吗 因为我是江西的 然后我们那普遍彩利就是这个价 所以我也见不过我爸妈 就想着帮她分担一点 那你后续准备怎么办 后续就准备努力拼摸呗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就是尽自己的能力 把最好的都给到她 因为我觉得她值得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和对方说啊 天天啊我想说 彩利的钱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一个人就可以攒够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可是靠你一个人攒钱 什么时候才能娶我呀 哎呀就听我的 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 这样能早点攒够这28万 也能早点结婚 难道不好吗 那你以后一定要答应我 就是遇到太累的工作 你就不要去干了 好 哎那你们先别松开啊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终极挑战 抱着对方对视十秒钟 所有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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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遗憾的流连吧 三 二 哇 哇 哇 但就是这游戏 我们的爱 梦